- 足球射門機 - 足球射門機 - 足球射門機 - 接下來是我們的DEMO影片 - 好的那一開始呢 - 可以到這邊來 - 我們一開始是 - 要按一個5 讓他開始 - 初始狀況 - 我們可以輸入你的ID - 這個ID之後會告訴你是誰 - 然後你得了多少分 - 那現在這邊就開始 - 就我們可以開始 - 操控他的射門的遊戲 - 那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按1的話 - 他會往右轉 - 他可以往右轉 - 那如果是按3的話他會往左轉回來 - 往左轉這樣 - 那 - 按5的話就可以直接射門 - 像這樣沒射到的話就 - 很可惜沒有 - 可以再往右轉 - 我們看一下我們要- 我想要射最左邊這一顆 - 我就把它轉到左邊一點 - 然後我發射 - 中了 - 中的話可以看到我們這樣 - 我們就中了這一顆 - 三分 - 沒有一分 - 一分的 - 我們現在分數是三分 - 然後 - 我看看我現在 - 按2可以讓他直接回到中間 - 我們看預設的話他是 - 發射看看 - 預設的話沒中 - 所以他一定要調才會 - 才可以射中 - 那我們再看看射這一顆的話 - 希望能把他射中 - 欸 中了 - 而且力道也對 - 那就中了 - 我們最後六分 - 然後現在可以看到我們分數是九分 - 然後我們來看看最難射的那一顆 - 最右邊那一顆 - 然後這個 - 補一下球齁 - 補一下球 - 等一下喔 - 呃 - 經過一輪遊戲之後 -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 - 總分是十六分 - 然後我們的 - 呃 - 也可以看到我們的 - 遊戲ID叫Kelvin - 嗯